Nichia Nanda 大家晚上好 我叫永妍 我来自香港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放空冥想的体验 刚刚我就在公园里面坐着做放空冥想 好神奇的是 我因为今天做了一个分享 然后在过程中我就分享自己像一个孤儿一样 就是从小的经历我妈妈的离开 然后我体验不到爱 然后就感觉以为自己是一个孤儿 然后在冥想的过程中我就圆满了这段关系 我就看到原来我爸爸一直在我身边 给我爱 给我支持 给我包容 给我力量 然后我一直都没有看见 我还误以为我爸爸不爱我了 不要我了 然后我突然之间就看到 在冥想中有一个画面就是让我看到了 我爸爸为我举办每一次的生日派对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妈妈都不在了 还给我举办生日派对有什么用呢 然后我就想说你不知道我现在很可怜吗 就是我内心小朋友的想法是这样子 但是我爸爸一直在用他的方法去爱我 去保护我 去支持我 去给我力量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看见 今天在这个冥想中我看见了 我真的非常感恩我的爸爸 我非常非常爱我的爸爸 虽然我妈妈离开了 但是她对我一直是不离不弃的 这个恩情我不知道可以怎样去报答她 我除了好好去爱她 去爱身边的人之外 我不知道我自己还可以做什么 所以现在我要 发愿去爱我身边每一个我看见的人 我遇到的人 我都会用我的心去爱她 哪怕我受到什么伤害 哪怕她不理解 我都会用我的心敞开的去爱她 谢谢你们聆听我今天的分享 很开心 我第一次在分享的时候哭得这么厉害 我是Paramashiva二级课程 第四期的学员 上完课之后我的体验其实是很强大 而且我每天都在清理自己的雇佣模式 然后每天都看见自己一点一滴的在成长 我很期待你的到来你的加入 因为我相信这个课程对你一定是有帮助的 期待你的报名 现在第六期的报名已经开始了 如果错过了第六期就参加第七期的课程 我很期待在下一期的课程 这一期的课程能见到你们 谢谢你们的聆听 下次再见了 谢谢 拜拜